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多少人呢 大人 两百七十人 好啊 那你让他们收拾一下随队同行 谢 五老头精神一震 他早就担心族人若是留在这儿 只怕说日后免不了英灵魏的报复 左末随即又转向了兰兵 黑名铁矿卖的事儿 我呢 就不拐弯抹角了 我准备把它卖于北人兵府 没问题啊 兰兵没有犹豫就立刻答应了下来 我们愿意以高出市价三成的价格来购买 前辈 你看怎么样 好 前辈 是需要名钱呢 还是材料 材料 这个回答并没有让兰兵感到有什么意外 练气师对材料的执着是别人难以理解的 大人 特怕与他们怎么处置啊 吴老头恭敬地问着 左末沉音了起来 这一批人还确实是个麻烦啊 兰兵一看立刻说 若是前辈觉得不好处理 不如交给毕夫来处理吧 左末觉得这个提议啊不错 于是也就答应了下来 再听到左末愿意前往北渊兵府 北渊兵府立即派来高手 日夜兼程 随行的保护左末一行 随行的护卫树木激增 加上吴族压界的阴灵位 队伍可以说是浩浩荡荡 吴族的老弱皆在队伍当中 队伍前进的速度并不快 左末呢并不着急 他每天都待在战车里 沿途汲取各种力量 在不断的修复着自己的身体 吴歌城附近的力量啊 几乎都快被左末抽干净了 若是再继续的汲取 神圳汲取将会是吴歌城附近 生灵的生机 到了那个时候 吴歌城就会变成一片不毛之地了 一路之上 不断挤起沿途的力量 再加上那三根明鬼阴沉木 左末的身体呢恢复了许多 三根明鬼阴沉木 他吸收了两根 便可以抵两月之功 三十六个月就是三十六层 左末现在啊已经修复好四层 手头上呢还剩下了一根明鬼阴沉木 加上沿途吸收 抵达北人兵府的时候 就能修复好六层 这样的速度已经让左末感到非常的满意了 路上其余的时间 他则传授吴族的少年修炼和战阵 吴族没有什么高手 想在这个时候能够自保 那就只能依靠战阵了 不过左末传授给他们的并非是战部所用的战阵 而是那些护卫们经常用到的战阵 除此之外还给他们炼制了神装 吴族少年人手一件神装 全副武装 看着随行的北人兵府高手们 一个个是眼红无比啊 你看看 蓝兵低声的问身边的一名全副武装的女子 随手的把一件神装递给了她 这位身着蓝色兵甲的女子 容貌俏丽 但是神情冷若冰霜 让人难以接近 她端坐雪白的北地鞋马上 身形的挺靶纹丝不动 单柔提了一把两人高的大刀 刀型如月 长柄布满了蓝色的螺纹 她就是北人兵府六将之一的驻南岳 她呀刚从前线回来 这样呢就被海心兵派来护卫做梦一行了 她身边的护卫清一色的全是女子 一个个神色素伤 行军之间没有半点的声音 祝南岳和蓝兵的关系很好 她仔细地观察着手上的神装 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看得极其的仔细 翻来覆去 看了许久 这才抬起了头 怎么样 若能装配此神装 战地可提升两成 祝南岳逾气肯定 蓝兵知道 祝南岳呀素来稳重 绝对不会信靠开河 若他说能提高两成 就绝对呢 不会低于两成的 你再看看这个 蓝兵递上了另外一件神装 却是五族的神装 这件神装啊 可是他想尽了办法 才讨来的一件 这套神装 呈现出了淡灰色 并不起眼 然而一拿入手中 祝南岳脸上 就再也没有办法 保持平静了 到凤幕圆灯 不能置信 啊 这套神装 竟然另成体系了 两套神装 风格截然不同 各成体系 这对于任何一名 炼气师来说 能够炼制两种 截然不同风格的神装 那就意味着 他在神装上的造诣极深 不仅如此啊 我看过那些 五族子敌们修炼 这套神装呢 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蓝兵的神色 振奋了起来 若是这样的炼气师 能为北人兵府效力 那谁 又能阻挡我们呢 祝南岳的美眸 骤然之间亮了起来 如同燃起了一层 冰冷的火焰 蓝兵的话呀 说到他心坎里去了 四位民主之间的实力 非常的接近 若是说 能够得到这么一位 炼气宗师 那北人兵府的实力 将立即超出 其他人的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天空响起了 微微的轰隆之声 就像雷声在后世的云层里滚动 大人 前辈的战车 冲进云层里去了 手下急声报告着 两个人一愣 情不自禁抬起头 看着头顶的后世的云层 不好 朱南越 脸色微变 后世的云层是极佳的伏击地点 海心兵之所以派他前来 那就是为了防备 引领位的报复 就在此时 忽然轰呜的雷声 急剧上升 朱南越和蓝兵等人呢 看到了极其震撼人心的一幕 后世不见边际的云层 仿佛突然之间 飞腾一般 无数大大小小的云层的电芒 密密麻麻在云层之间流窜着 细小的电芒 汇集成了粗壮的闪电 粗壮的闪电 汇集成了更加耀眼赤亮的闪电 狂暴的雷霆气息 哪怕他们在地上 依然能够清晰无误的感觉到了 那是足以撕裂一切的 毁灭性的力量 忽然 云层的闪电 毫无征兆地急剧着 向云层中心收缩着 仿佛后世的云层中间 有什么东西 在吸引这些狂暴的闪电 其实 当左梦看到如此后世的云层的时候 它便有些按捺不住 越是后世的云层 那么就意味着 越充沛的雷缘 如此后世的云层 便是左梦 也觉得非常的罕见了 这可是补充的好机会 左梦自然不会放过呀 他毫不犹豫地驾着太阳战车 就冲进了云层里 战车上的神阵 猛人之间亮了起来 左梦就像干涂在柴心里 扔了一个火星 充沛的雷缘顿穴就被引发了 树木惊人的闪电在云层里都被引发 哄之声不绝于耳 左梦只看到了无数的银蛇从四面八方飞来 打在战车上 充沛的雷缘呢 迅速地被神阵转化成了神力 神力源源不断地没入他的身体和五架棺木之内 左梦当下立即盘膝而坐 他专注地把神力导入了自己的体内 神力这一钻入左梦的身体啊 就好像水滴进了沙子里 立即渗入到他干枯的血肉之中了 随着左梦的吸纳 神阵几乎被击满的神力立即被车空了 神阵犀利大增 就像远处的雷电也被吸引过来 无数粗壮的闪电 像一泡泡犀利耀眼的银剑击中了战车 战车被惊人的闪电包裹着宛若银子的刺猬 以战车为中心 乌云以惊人的速度崩塌了 头大的一点瓶啪啪啪从天空擦了下来 天地之间顿时是水气弥漫茫茫一片 祝南岳和蓝冰两个人目瞪口呆地 看着天空像雪崩一样消失的云层 还有那辆像刺猬一样的闪电的战车 祖墨没有想到 这次动静啊会这么大 从神圳传来的神力 比平日里更加的充沛 很快的云层就全都化为了雨水 当最后一丝雷源被吸入战车 天空明亮如洗 阳光的明媚无比 祖墨忽然心中一动 他转过了脸 目光望向了远处 远处 有人在暗中溃死 此人距离这里很远 祖墨看不到对方的身影 但是他能够感到对方的存在 贤急的收回了目光 控制战车向地面飞去 被电芒笼罩的战车降落地面的时候 电芒被吸收殆尽 战车在众人面前露出了原貌 一片倒吸冷气之声 不断的响了起来 蓝兵目瞪口呆的 看着这辆华丽的一塌糊涂的战车 他是海心斌的左膀右臂 从小啊 见惯了衣食奢华 但是 他却从来都没有见过 如此华丽的战车 哦 华丽这个词 一定不足以形容这辆战车了 层层叠叠地闻 像符文 又像魔文 他竟然一个都不认识 但这个还并不是关键啊 这些精致繁复的纹路 极具美感 整辆战车 不知道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 烹纸上下 没有一丝腐杂的痕迹 金色的火焰 霸气阳刚 随着车轮飞舞 蓝兵不认识这扶刃 不认识炼制手法 但是 他认识宝石啊 整辆战车呀 倒车都镶满了 各种各样的宝石 那一颗颗 金银梯克无瑕的宝石 散发着迷人的波动 若是把这些宝石拆下来 他足以买一个完整的戒了 朱南叶 同样震撼无比 不过 他却不是因为 战车的华丽 而是战车 所散发出来的 强烈的波动 刚才的雷电呢 也把左末车上的 伪装粉碎 战车露出了原貌 吃烈霸道的气息 就像是黄黄烈火一般 令人根本没有办法直视 蓝冰和朱南越 都沉默了 蓝冰是发现 事情好像并没有自己想象的 那么简单 之前和左末的交易 跟他有一种错觉 他就是 从不很穷 只要开架不错 就十拿九稳 然而当这辆战车 露出真貌 他就发现自己错了 而且啊 错得太离谱了 飞荒不仅不穷 相反的 简直可以说是 富得流油 光这辆战车 价值就难以估量啊 他忽然对 拉拢这个白话前辈 信心全无了 朱南越的脸色 有些难看 他压低了声音 我们这次带的人少了 啊 蓝冰一乐 对他立刻就明白了 朱南越话里边的意思 脸色陡然大变 你是说 他能练之神兵 朱南越语气肯定 蓝冰的脸色一变再变 对于这位白发前辈 到底能不能练之神兵 其实啊 他一直都是将信将疑 所以如此阵容 他决定 他们已经足够重视了 然而现在才发现 白发前辈果然具备炼制神兵的能力 他们的力量就显得有些单薄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 蓝冰很着急 求援 在左沫一行远处 浮现了几个身影 围守者是一身黑袍 脸上像是僵硬的一般 慕然之间 没有半点的表情 转到了 不枉我们心事动众啊 一名阴气缭绕的家伙开口说道 他说话的声音呢 阴气森森 让人背上直冒凉气 这家伙格真能够炼制神病 一下浑身血白的骷髅 也忽然开口了 两通鬼火在空洞的眼眶里边闪射不定 黑袍僵尸 木然的说道 走 六人身影 如同烟雾一般就在空中 消散了 战车当中的左沫 心生感应 猛的抬起头 几乎同时啊 万一就响起了 柱南越的一声利贺 敌喜 敌战 来得好快啊 左沫心中暗自吃了一惊 他刚才啊 感应到远处有人在偷窥 没有想到对方来得如此之快 而且如此彷徨 这说明 来者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信心 他从战车上走下来 恰好看到了六道烟雾般的身影在空中的渐渐的浮现 清晓一脸警惕的守在了左沫的身边 他的脸上流露出了凝重之色 他能够感受到来者的实力不凡 远远的呢 不是拓拔与支流所能够比拟的 当众人也看到这六人的身影的时候 瞳孔着完一缩 阴灵鬼主 听到这四个字 蓝冰的脸色 刷的一下子就白了 接着那护卫 也是一阵骚动 小娃娃 好严厉啊 黑袍僵尸 缓缓的开口了 他的声音 干涩难听 就像两块木板在摩擦发出来的声音 纵难月的目光扫过 心是不断的在往下沉 那个浑身血白的骷髅 是鼓舞霜 银灵魏最著名的高手之一 那浑身缭绕在黑舞当中的身影 名叫黑舞 实力可以说是深不可测 那位全身被湿布包裹的家伙 死气之浓郁 让祝南月心头一阵恶心 那应该就是不如眠了 浑身清沥的是私毒 红衣飘飘 斗笠锤沙的女子呢 是莫如 阴灵无鬼竟然全都倒齐了 这阴灵无鬼 是阴灵魏最顶尖的五名强者 他们每一个人的实力 比之祝南月丝毫不逊色 北原兵服以前就和阴灵魏没少发生过摩擦 双方在这个级别的争斗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祖墨心里边也感到很是惊讶 阴灵魏的实力可要比他想象中的强大得多 这六个人的实力比起当年他们还要强盛一分 这六个人每个人的实力都不比金小弱 索墨能够感觉到那名黑袍僵尸 他距离踏入神级已经不远了 索墨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 唯独担心的惊扰了车上的五架棺木 祝南月心中惊骇 可脸上呢却强词镇定 魏主大人 为何拦住我等去都啊 在下受辅主命令 护送我北援兵府贵客 黑豪精神根本没理他 目光在众人的身上扫过 玄疾就落在了左墨的身上 预计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第622回